好 继续还要来关心 造成六死七十二伤的 钱贵KTV台北林森店的大火案 负责人练台生在内 有七个人遭到检方起诉 不过台北地方法院 何一廷15号这一天 依照了过失致死罪 判处了店长翁佩文 还有副店长张慧淳 以及工程师黄思明在内 一年到两年不等的徒刑 各缓刑四年 其中工程行的负责人 王慎杰判刑三年 经营钱贵的敌广公司 判罚金三十万 至于公司的负责人练台生 跟湘里程思红 还有谢永辉三个人 都是无罪的 好 台北地检署有说 将会在收到判决书之后 研议是否要提出上诉 不过呢 这个是全国被害人权协会 副理事长的 北检资深检察官刘成武认为 练台生他推说 他关系企业太多了 分层负责的说法 根本就是在睁眼说瞎话 如此的判决会让民众认为说 大老板只要出钱摆平 那么官司就没事了 加深各界对于司法 有钱判生 无钱判死的负面印象 这当中呢 我们进一步还要带您看到 昨天这个判决一出炉之后 其实受害者很崩溃 他们痛批 负责人不用负责 真的是太过荒谬了 台北林森潜贵大火 酿传六四六十七伤 案件经过四年 十五号台北地院判决 负责人练台生无罪 让当时死里逃生的受害者 只喊荒谬 负责人一点罪都没有也太夸张 负责人不是就是要负责吧 这个判刑也太轻易了吧 我们是用神明在唱歌 根本就很荒谬 就是当初加害的律师 法院也不愿意 让他们做对吧 负责人竟然面负责 但建方调查 2020年林森潜贵所属敌广公司 赤资三千九百九十万增设 两部电梯 老板练台生 作为消防法规上的管理权人 考量公司所以 不但在消防防护计划书上用印 只是边营业边进行工程 甚至两次前往现场 只是尽速完工 法院审理后认定 施工人员有数师 判处三年徒刑 店长副店长 店铁负责人等主管 也各判刑 一到两年缓刑四年 然而同属监督职责的 董事长练台生 法院却认定基于公司分层 他不对消防安全事务负责 判定无罪 引发外界热议 连店经理跟这个相关的负责人 主管都有相关的这个刑责 负责人却完全可以脱身 显然是不是因为跟执政党 站在同一阵线 司法上就有恃无恐 练台生监督非失作 被判无罪 但店长等主管都被判刑 让受害者质疑根本双标 如果检方上诉二审 并且能够提供更积极的证据 有积极的指挥门市的人员 边施工边营业 就有可能使得练先生 从无罪变成有罪 钱贵大祸六四悲剧 老板练台生全身而退 检方是否上诉 受害者都在看 就怕颜色对了 即便关关难过 已就关关过 记者中程梁黄玉兰特别报道 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我们接下来看到 这是外交部长吴钊燮 近来呢杠上了立委 最后一次他以部长的身份 到了立法院去背询 对于原屋案金流 他还是打不出 而且呢 吴钊燮甚至不觉得 自己有失眼 他说呢 这只是乡下人自称 之前告诉徐晓星泄密 还大声枪林北 要占到底的吴钊燮 任内最后一次到立院 被巡主动伸出善意之手 我是受传若精 能够握到林北的手 也算是我个人的荣幸 吴钊燮被封魔法部吵架王 徐晓星这回穿上魔法袍 直接开战 今天应该要称呼你为魔法部长 还是零四五八八 国会的殿堂 我会用正式的国语 因为我还没有打算 要多认一个爸爸 所以谢谢你 送他密件 讽刺原屋金流成密件 问问外交部 3.2亿的原屋金额 其中一亿买台湾一财 却没公开招标 钱进到谁口袋 林北部长有没有答案 这个采购是CHTI的采购 不受我们国内的 这个采购法的限制 100万美金出去了多少 买到你刚刚都承认 你根本到现在目前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丢了一笔钱出去 你花到哪里去了 我们外交部也不管 你的意思是不提供 如果是这一次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提供 林北就是你爸爸的意思 在台湾社会里面 你跟他说 这个是乡下人的接地气 我不能接受 我也是乡下人 我在云林县出生 吴钊燮是彰化县出生 你不能因为出生 彰化就可以彰化满嘴 我觉得不太对 不要丢我们祖先的脸 好不好 不晓得说 吴钊燮你在搞什么 西郎骨头讲这种话 吴钊燮不要糟蹋乡下人 一连串的乡下人脱下嘴 资格的部长 偏偏他拍拍屁股走人 我们还要忍受他四年 在国安会上班 你看我们纳税人钱 都交给这种 自称为林北的人 蔡英文的头号爱将 即将转战国安会 吴钊燮卸任前倒数时刻 告了立委自称林北 还留下不少让人 瞠目结舌的历史名言 记者黄一俊李选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我们进一步再来听到 这个前立委蔡正元 其实他刚刚也有说 吴钊燮要拿乡下人 来当作挡箭牌也就罢了 但是呢 竟然还是用污蔑的方式 误导让大家觉得说 乡下人都是很粗俗的样子 因此呢 他也呼吁说 吴钊燮不要因为自己没水准 就把所有的乡下人 都给拖下水 他说林北是我们乡下人的称呼 那请问一下 徐晓鑫质询 你可不可以称林舟妈 因为林舟妈 就是跟林北的乡下的说法 林北是在鄙视说 我比你高一等 我鄙视你 所以我自称林北 就像说老爸教训儿子 林北用这种字眼 这是你爸爸的意思 徐晓鑫说老娘 其他人说老娘不对 敏兰尼没有老娘 这个用法 林舟妈这个用法 我是你祖母的意思 这样好吗 吴钊燮 你少说也念了不少书 对不对 你怎么好像说 你自己这个言语上修持不文雅 这个表达的歉意就好了 怎么要说我们乡下人都一定这样讲 我从来没有没有听过我爸爸 我祖父这样讲 我们也都是乡下人 你要拿乡下人当挡箭牌 结果你要污媚乡下人 你在污媚自己乡下人 我觉得不好 乡下本来是比较纯朴的 给你这样一讲的话 好像乡下人都跟你一样恶行恶壮 你是流氓吗 还是你是地痞 还是你是角头 你堂堂念过博士 因为他是在TRAE的那个群组里面 他是群组里面的角头 我在听懂了 我听懂了 如果你是角头 我就尊重你讲这个林北的用语 可是你公开场合这样讲 非常非常不妥当 不要你今天当了部长 当了什么国外秘书长 你就耍流氓 耍皮条 不讲道理 还自封为吵架王 民进党的官员 不要唱丘到这么地步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在自己的这个YT上头 PO出了第二支直球对决的影片 大谈的是台志光 他说呢 自己是第一个提出检举的人 怎么现在反而变成被调查的人呢 当时这个发言人吴宜轩 有在一旁搭枪 蓝营是不敢面对核心的问题 才会牵扯到肺率转移焦点 不过呢 针对这个部分 台北市员有时会反击了 柯文哲不但在105年 决议不调查台志光 更切下了违反母约的子约 好 但是对此呢 吴宜轩反抢 游淑慧是文盲 在误导大众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直求对决三大案 大谈台志光 要拦淫议员 别再扯费率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再批 柯市府就是签订不平等条约 给予超越母约费率上限 民众党发言人吴宜轩 则变身战狼姐姐 大骂游淑慧是文盲 是法盲还是文盲啊 你自己拿出来的母约里面 写的是当期耶 那结果你过去 你用106年跟100年再比 请问一下这是当期吗 吴宜轩应该 他也有选过议员吧 这个叫做合约 这不是图卡 不是你们民众党 自己在那边改图卡的图卡 游淑慧痛逼一颗阵影 在为好咒科 老狗变不出行把戏 为何八年任期内 不敢组成廉政调查小组 游淑慧也PO出记录 直指柯文哲早在105年 就拍板决议台智光 不立案调查 柯文哲又在还Dance 他是失意还是失智啊 用台智光来微微救照 他的金华城跟北市哥 辛苦了游淑慧议员 要一直帮郝龙斌前市长护航 在过去的八年 没有像今天这样 有国民党的议员被受押 这是一个铁针针的事实 柯文哲的直求对决 陈青片变成了宣战片 片中在点名台北市议员 钟小平炒作第一 雨果市场是第四案 还呼吁贪商去找他抗议 钟小平气炸了 痛批柯文哲发动文革 跟毛泽东有何不同 柯正营火力全开 更把三大案中最具争议的 金华城容积案当作压箱宝 选在最后一天播放 但三案案情复杂 要浓缩在三部短影片内讲完 几乎是不可能 恐怕目的还是在为 519草根行动积蓄能量 记者郭先生 蔡美容台北市长报导 好 柯文哲卷入了三大案 其中议会成立调查小组 进行了两案的调查 有淑慧在脸书po文指一 柯文哲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要求所有的高阶政务首长的行程 一律要登陆 列管被查 还要落实游说法的规范 定期公布立益团体游说的状况 但其实柯文哲跟财团之间的互动 根本就没有登陆 因此他想问的是 柯文哲说的话 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呢 NCC背离独立公正 引发了争议 国民党继续提出了修法 要来调整NCC委员任命权之后 蓝白立委再提出了 卫星广播电视法部分 条文的修正草案 明文要求为了避免政治不当 干预新闻自由 调整新闻台执照期限为永久 还有就是执照被注销者 如果提起了行政救济 于宿院期间 或者是行政诉讼 确定判决之前 执照继续有效 而且本条例修正通过之后 效力是诉及既往的 当然也就是说 适用征送当中的案件 好 另外来看到 总统蔡英文八年前的就职演说 推动司法改革 是当时获得最热烈掌声的一段 但是八年过去了 司法改革是一场空 台湾现在是诈骗天堂黑道治国 过去八年制造的 司法跟正义灾难 恐怕都有待赖政府 来收拾善后了 另外还要来关心的是 总统蔡英文到底会不会在 17号这一天宣布来特赦 前总统陈水扁呢 法务部周三到了立法院 做了专案报告 没有想到部长蔡清祥竟然是 临时请假 好 她说呢 自己要去慰绕花莲地区的 检调单位 因此也立刻引发 在野党还有外界的嘲讽说 这摆明就是落跑去毕业旅行嘛 甚至你是不是不想为 特赦阿扁来做背书呢 总统蔡英文传出打算在 五一期宣布 蔡免刑不免罪方式 特赦陈水扁 高达11.45亿的 不法所得和法金 创下中华民国 谭武史上纪录 但是关键寻达的这一天 法务部长蔡清祥 却临时请假 哀哄落跑没来 她今天到花莲地检署 因为在这个 慰绕我们这个赈灾的 相关的检警调通人 外界质疑蔡清祥连法官判的死刑 都敢不执行 对特赦的背询却狂闪 难道是不肯为特赦背书 还是有什么原因 他毕业了 他干嘛去回答一个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 说什么去花莲视察 根本笑死人 实际上他就是在回避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烫手山域 是对赖清德来讲是个炸弹 谁现在去回答这个问题 谁找倒霉而已 敢来就是他不认同 这个时候来特赦陈水扁 暂停阿扁的服刑 其实是2015年 1990时代开始 因为有医师说 阿扁的病情复杂 难以控制 虽是有致死危险 当时阿扁连律师执照都被废止 不过阿扁出狱之后 不但精神抖擞 帮女儿打官司 还能主持节目 甚至帮忙服选 难道搞政治活动 反而能让他免出致死风险 法务部大官竟然这么背书 参加政党活动跟政治有没有关系 中间审作是有按参佐相关医疗证明 认为这有助于他医疗 个人医疗 有助于他医疗 个人医疗 网友嘲讽 难道以后犯罪的只要说有病 只要出一对健康有帮助 法务部会通通放出来吗 在野党说要特赦可以 但执政者得先讲清楚 别把贪污说成政治迫害 颠倒黑白 他单纯就是贪污 海外没有被你看到而已 硬凹陈水扁不是贪污 我们有测谎金要不要来测谎一下 蔡英文要特赦承水扁 三个条件 道歉认错 脚回不法所得 涉扁这颗神水炸弹 执政者想要拆弹 恐怕大官不能再狂躲谋善 起码得把话讲明白 这是潘经任陈珍采访播的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